我们所有教学用的遗体都是捐赠的身体 听到无语两师的关键字 来自新加坡的何欣勤医师 专注竖起耳朵聆听 因为他2011年曾经来到花莲 全程参与模拟手术 我觉得那个鞠躬的那个动作非常重要 医学教育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较 着重于这个知识方面的传授 我是觉得医学生的这种矛盾跟挣扎 似乎好像没有人可以理解 所以来到这个花莲的参加这个模拟手术课程 真的让我大开眼界 捐赠身体不容易 更是给资深医疗人员重新思考的机会 我们会刻意地去安排老师跟同学 跟捐赠者的家属互动 我如果知道他为什么愿意奉献这一个身体 因为我多认识他 那我会去思考我将来可以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医疗从业人员 捐大体突破华人价值观 但此际不退缩 1993年更推动了骨髓捐赠中心 因为志工团体在第一线为骨髓中心奔波下老 到处办理宴室活动 到处陪伴捐赠者 到处陪伴病患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干洗脑 捐赠到全世界31个国家 舍身菩萨成就医学 透过课程 21个国家地区的人医会医师 也想起自己救人的初衷 更希望将众人成就了这份爱 推广到国际 台湾新闻人家庭刘洪志 华联报道